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1月26日举办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郭绍春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州参议员纽曼 众议员方树强 美国国务院领团办驻洛杉矶办公室副主任夏洛特 洛杉矶郡 圣伯纳迪诺郡 科恩郡等郡市官员 废狐队老兵麦克马伦及华人华侨 中资机构 媒体记者等各界人士400余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郭绍春 首先向长期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领区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他在致辞中回顾历史并表示 中美关系45年发展历程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智慧 勇气和远见 美乒乓球运动员播撒友谊的种子 尼克松总统开启访华破冰之旅 1979年两国正式建立维交关系 45年来 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 但总体向前发展 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不足25亿美元到2023年近6700亿美元 双向投资从近乎为0到2600多亿美元 对华出口为美创造100多万个就业岗位 7万多家美企在华投资 新业 双方还在应对气候变化 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开展 有意合作 中美人民友好的故事也不胜枚举 从乒乓外交打破尖兵 再到熊猫使者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两国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亦达284对 中美民间友好和善意始终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底色 基础和力量源泉 郭少春指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 妥善管控分歧 求同存异 欢迎大家访问中国 感受一个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在中美之间架设更多沟通桥梁 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 助力 经贸 人文 教育交流合作 再上新台阶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参众议员等嘉宾 至此表示 45年来 两国经贸 教育 文化等领域合作 蓬勃发展 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友谊经验 聚焦 共同利益 加强沟通交流 促进双边关系 健康前行 郡市官员及友好组织负责人纷纷表示 加州及有关城市同中国地方缔结友好关系 开展务实合作 有利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愿继续参与地方交流 增进民间友好 为两国关系稳定向前发展 做出贡献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从45周年的历程中去汲取智慧 向先辈们学习 我想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 相信只要中美联合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主 合作共赢的三个原则 来加强合作 来发展关系 我相信中美关系一定会不但地向强发展 而且中美关系的发展 会给两国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也感谢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 长期以来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支持地方的交流 支持人民之间的交往 你们是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 谢谢你们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